先生 您的东西落下了 哎 扫地的 往哪儿扫的 扫我脚上了 扫 你没长眼睛吗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去去去 滚开一点 哎 哎 嗯 好 我的道 哎 怎么样 你没说是吧 吴先生 我妈她说了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她已经道歉了 你还把她推倒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这个轻轻易碰 谁知道她这么容易 哎 我说你们是不是穷怕了 在这碰瓷啊 太过分了 跟我妈道歉 道歉 这个扫大街的 抱爸的鞋都弄脏了 我还没让她取干净 行了行了 别跟着这贱民浪费时间了 我们走 不是 真贪妮的婚姿 妈 没事吧 哎 清清 我来吧 妈 都是我不好 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傻孩子 没关系的 只要你健健康康的 妈妈就很满意了 你赶紧回去上班吧 这边我来 快去 神清 你一定要努力赶紧 谁都不敢再欺别妈妈 神灯 都已经准备好了 请 神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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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二十亿的项目落实了吗 已经落实了 去荣城的私人飞机 已经准备好 是现在就出发吗 是 神总 如今盛氏集团 已经问点全球首富 您身价已经过千亿了 打算什么时候 告诉小姐 您的真身份呢 你不懂 儿子需要穷养 可 小姐是女儿啊 女儿 女儿也得穷养 不然天天想着 啃我这把老骨头 将来怎么办 神清 你一定要努力赶紧 谁都不敢再欺别妈妈 张总 老夫人那边催婚催得厉害 这是她送来的名册 您看 我看 这里就有个合适的人选 她 长得不错 看起来也很缺钱 支付鲜水的话 她应该很乐意帮我挡掉那些贴上来的女人 还可以应付奶奶的催婚 没有啊 盛总 一箭双雕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要下班了 如果你想结账的话 可以去前台那边 不 这三万是给你的 给我的 可我什么都没干啊 我这里有份工作 你要不要试一下 什么工作 跟我结婚 这三万都是你 先生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不是那样的人 五万 先生 想扭的瓜是不甜的 再说 金钱你是买不到爱情 十万 你说再多我都不会 我给你十万 你跟我结婚 老公 你人真好 这三万只是定金 你只要陪我把结婚好 剩下的期望 挂挂给 果然是个 见钱也开的女生 菲菲 你确定时需在餐厅吗 确定 如果不在 随你处置 好 石血 你真是在干什么 帮我把心严好 这场戏 散饭 看不出来吗 我们两个 在约会 对 老公 来 人家喂你 我不好吃 再来一块 你 小雪 你跟这个贱女人 完完可以 但是你要清楚 跟她结婚 带给不了你任务 而跟我联姻 你不仅能得到 三千万的价主 就连商家在谈的 五千万的合同 我都可以帮你打 我是不像这位小姐 这么败钱 这个男人 还得自己倒贴 我们在一起 都是老公给我花钱 是不是 当然 那可不能让宝贝破了 你这种看到 有钱男人 就往上贴着线 什么好多 你的穷酸样 全部身家加起来 都没有我一块 赚钱吧 两天的身家 还有三万 马上就会变成 十万了 你懂什么呀 金钱成果贵 爱情价更高 再说了 比起你那些 礼物啊 项目什么的 老公他更喜欢 我牵手 给他切的牛排 宝儿先别家了 宝儿先累了 我可心疼了 上师兄 跟谁结婚 可不是你们的决定 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 放弃跟我联姻 选择跟这个贱人服务员 在一起 他们是不会通的 贱人 咱们走着瞧 贱人 咱们走着瞧 沈小姐演技精湛 看比奥斯卡影后了 承让承让 你也不赖嘛 好 明天我有个酒会 你陪我去参加 酒会 那得加钱 你这人怎么这么贪财呀 那我们又不是真夫妻 当然得算清楚才行 行 加钱可以 前去 不能比今天差哦 放心 钱到位 一切都好说 对了 明天明了去挤 记得 打包好看一点 嗯 好看一点的衣服 沈董 礼服已经准备好 明天要一套 去参加今天的晚宴吧 这套吧 嗯 昨晚我在出租 换下了那套礼服 拿去干洗了吗 我这就安排人进去 算了 晴晴这会儿也应该下班了 免得撞到他 那 没事 我们先去晚宴吧 还俗 而且也不够龙树 哎 怎么办呢 哎 我又没有礼服 谁还不走 挺好 宁家不愧是海城第一号码 宁小姐长得真是阔气啊 是啊 光在项链上那颗夜空之星 就价值百万了 我就说嘛 商总跟那个服务生 就只是玩玩而已 就是 要我说啊 还是我们雪儿跟商总才配 别看 石雪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那个女人配不上你的地位 酒会都没带她来 谁说我老公不带我来了 之前还是个小妇妞的样子 好好打扮一下居然这么好看 就算真的举了她 好像也不差 怎么样 是不是看我明白了 目不穿惊她 你胡说什么 该死的 我才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她怎么穿得跟雪儿一样 我穿的可是威家的正经 她 山菜店买的都宝了 哎呀 我不过就是来晚了一些 怎么就有人迫不及待的 要道歉我老公呢 这你的保安怎么办事 什么阿玛阿狗都能放弃 阿玛阿狗 哪呢哪呢 叶小姐 我看你啊 不仅思想有问题 你眼睛有问题 老公 你好可怜呀 要比这种长者 你谁啊你 怎么一上来就叫我哥老公 我怎么不知道我哥结婚 是还没结婚 不过快乐 你说是吧 石西 对 没错 过两天 我们就要去老宅 确定一下结婚的事 之前只说来参加一会可没说定亲 定亲 加起来 这个女人真是 什么 这女的是谁啊 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呀 是啊 伤走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带过女办出了 看来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哥 你什么眼光啊 放着念学姐姐不要 要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你看她全身上下 没有一件值钱的 没准就是奔着我们家前来的 那不就是为了钱吗 不然谁上赶着来 你可没说来了还要挨卖 这算不算工生啊 算 给你要费 行吧 我就放心了 你怎么说话的 我跟你哥那是真爱 是不是 石薛 嗯 真爱 真爱值几个钱 石薛 结婚可不是小事 叔叔阿姨是不会同意 你和一个穿山寨礼服的女人结婚 等等 她穿的好像是 ES的经典高定 哎呀 我妈这件衣服 否则是高定啊 怪不得这边比一般的A话好 哎 你说对了 我这身 就是ES的高定 怎么可能 ES家的高定礼服 价值几百万美金 更何况是精典的 你一个服务员 哪有钱买这么的 好看呀 就高仿了 原来穿的是高仿 你非得打肿脸充胖子 穿件高仿 丢不丢人啊 石薛 你说话放尊重点 她可是你为了嫂子 嫂子 我可不让服务员当我嫂子 服务生 我要是你啊 被人当众拆穿穿高仿 早就回溜溜的跑了 哪像你啊 还厚着脸皮赖着就不走 赛哥 要我说 宁雪姐姐才跟你才搬配 这个女人 虚荣又爱撒谎 你到底看上她怎么了 石薛 只要你放弃这个贱人 跟我结婚 我答应你 海城最大的房地产项目 我到底 干吗 海城最大的地产项目 价值两个亿呢 两个亿 打断一下 这ES的经典高定 价值美金三百万 全球仅此一件 因为其太过惊艳 所以其他奢侈品品牌争相魔法 宁小姐身上这件 就是威家的 但以我看 这人小姐身上 才是原版 坤少 你是不是看错了 她怎么可能有钱 买得起原版 宁大小姐 我们家 可是靠车牌起家的 难道我会看左眼吗 怎么可能 看她这不穷酸的样子 发光全部身家 只够买一件高 怎么可能穿得起E-S 我妈怎么会有 这么贵的衣服 这件衣服 我上周在盛氏集团的 展馆见过 她这件 怎么可能是真的 除非 她是偷来的 你们别笑个喷人了 我没偷 你没偷 你倒是拿出证据来 你以为你是 盛氏集团的千金呀 想穿藏匹就拿出来穿 谁处张谁取证 现在是你们 怀疑我偷东西 所以你们拿出证据 不然的话 告你委报 您刚从容中 要不先休息一下 我帮您把海城的会议 安排在比 可以 这次会议 只关十个亿的奖 好好安排一下 是 沈董 下面人传来消息 说小姐在海城商会的酒会上 跟别人吵起来了 海城商会 这不是我们盛氏集团 下面的商会吗 姐姐怎么会在那里 具体还不清楚 说是因为什么事情 小姐被认为是小偷了 调头 去海城商会 是 我可害怕死了 小偷姐要跟我诽谤呢 真是叫调人打牙了 我说了没头就是没头 我吹衣服 是从我妈那拿的 你吹牛都不打草稿的 你也不看看你这个穷酸样 你妈买得起这么贵的衣服 那我妈还是拳头首富神董呢 我们可是打听过了 这个贱人的妈妈呀 可厉害了 说出来 准下你们一大跳 是啊 我当时也吓了一跳 她妈妈可是个 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 你们还职业骑士 我们靠自己的本事正气 不丢人 行了 你再嘴硬也没用 把你送去盛氏集团 对质一下就知道 保安 把这人给我拉住 这商会可不是 什么人都能进的 你可得保护我啊 虽然我们是雇佣关系 但是基本的人生安全 还是要保障的 老心 我看谁敢动他 老公 你好威风啊 哇塞 这么多豪车 这是你为大佬呀 看这阵仗 估计是算是集团的吧 人都走 石穴 你干嘛这么维护一个小偷 商总 他偷的可是盛氏集团的东西 要是盛氏集团追究起来 知道你在维护他 商家可能都要被牵连 哥 盛氏集团可是我们惹不起的 你不能为了这个女人 搭上我们整个商家 我说你们盛氏得有医症啊 我说我们要偷就是没有偷 哥 我相信你 哇老公 我好感动啊 我没时间用一下 我搞这些新鲜鲜吧 有 我这就发灵气方式了 你 你什么呀你 哦 我知道了 刚才那位先生怎么说来着 你的内神灵 是仿仗我最深处的 结果你自己才是山寨 独独了 颠倒黑白的剑人 啊 啊 啊 剑人 不把你赶去海城 我不信定 保安 是谁要把我的女儿赶出海城 是谁要把我的女儿赶出海城 妈 你怎么来了 听说 这个海什么会 不有很多今年才俊要参加 这不 你也到了失婚年龄了吗 我一起来帮你看看 这小伙子不错 英俊帅气 这个也不错 气质非凡 哎呀好 你好你好 你一个臭走大街的 你也配来这种地方 就是 还不赶紧滚出去 凭什么让我滚 谁说皇位工人 就不能来参加 这个海什么什么会 我就是想来学学如何做生意 就你 一个皇位工人 还想学做生意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 他谁呀 怎么说话加枪带棒呢 说什么好眉大小姐 给你看上了同一个男人 原来是跟我女儿抢男人的 呸 他一个小偷跟我抢男人 对吗 你口口声声说我女儿是小偷 有证据吗 他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最好的证据 穷人就不能穿好衣服了 我看这样吧 如果我能够拿出 比你身上这条项链更值钱的东西 你必须立刻马上跟我女儿道歉 小大姐的 你是新疯了 我们雪儿的项链 可是夜空之星系列 两百多万人上了 把你卖 也拿不出这么好的东西 好 我同意你这个要求 但我有一个箭 要是你们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审情就得给我磕头认错 爸 别跟他们比这个 我没做过的事情 他们走水迫不到我身上 放心 怎么还不拿出来 心虚了 我要怎么让我妈吃吧 我还妈是收了钱的 什么破烂东西 也敢拿出来糊弄人 不会是哪个地摊买的便宜货吧 一批垃圾 赶紧装走 别在这儿碍眼 哎 这可不是垃圾 你看 这只耳环 多有质感 这么饱满通透啊 还有这个簪子 古色古香的 是不是很有韵味 你可别显摆你这一堆垃圾了 不会啊 都是塑料做的吧 塑料 这条项链 和你脖子上那个宝石一模一样 你的只有八颗 我这里有十二颗 行了 臭老太子 别双方卖上 拿不出值钱的东西 赶紧乖乖跪下道歉 你行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是你们自己说话不算数 现在还想赖账 对 赶紧跪下道歉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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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呀 愣着干嘛 等一下 我怎么觉得 这宝石看起来 就是夜空之星呢 没错 这就是夜空之星 而且这几颗 都是货真价实的夜空之星 怎么可能 这夜空之星 可是难得一见的宝石 因在阳光照射下 宛若新辉而得名 整个海城也只有 第一富豪宁家 有那么几颗 现在就挂在雪儿的脖子上 他这个扫大接的 怎么可能拿出来十二颗 山董 你怕不是搞错了吧 就算我认错了 温家世代跟这些宝藏打交代 你觉得 他会认错吗 没错 这是明清时期的 掐丝法郎耳环 这是战国时期的簪子 残河厅女 渐渐都是货真价实的宝贝 这这这这没办 你从哪弄来的这些 我不是在弄的 你听我说 妈妈换到了一部豪宅区工作 每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都能点到这些好东西 好啊 来把他们抓起来 干什么 捡东西也犯法吗 你说捡的就捡的呀 这些东西价值不严 说不定是偷的呢 还是把你们带到警局去 好好问一 对呀 俗话说得好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可会打 说你呢 你们两个 一个老小偷 带着一个小小偷 母女两个 手脚都不干净 你 你 算了 还我没有妈 你这么把嘴喷喷 想不想我回来 你都嘴 小疯女人 吵什么吵 好好的一个酒灰 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 周会长 就是这两个贱人在闹事 他们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偷偷溜进来 还偷东西不承认 怎么回事 我们海城商会 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吗 是谁放的 神 神 怎么 我不能来商会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神 神女士 周会长 你对她那么客气干什么 她不过就是一个扫大街的臭老太婆 对 她手脚还不干净 看桌上这些东西 都是她偷的 还有她女儿身上穿的这点衣服 也是她偷的 神女士 也是你早撸灭的 她就是个臭早大街 你干嘛要这么维护她 你跟这个 周会长认识吗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最近在豪宅工作 周会长 之前呢 我是帮了她一些小忙 所以呢 她就借我这些东西来看看 过几天 我要还回去的 是吧 是 是这样的 妈 我真的越来越崇拜你了 你好厉害呀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赶紧跟我女儿道歉 刚才 是谁倒摇 神女是她女儿的 仔绝一点 站出来 周会长 这可能是个误会 是我们搞习惯了 别让文字了 赶紧给亲戚和阿姨道歉吧 我可是堂堂海城宁家大小姐 宁家 宁家一个小小的地头蛇 在我们盛世集团面前 救和一个蚂蚁 也没有什么两样 嗯 你们呢 是主动道歉 还是要我动手 对不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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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别再仗势欺人 乱给人泡脏水了 妈 对不起啊 要不是我没经过你同意 随便拿你东西 也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 没事 野怪妈妈没有事先提醒你 哎 对了 刚才那个帅哥 是你男朋友啊 嗯 上总 你看这天也不早了 你能不能顺路送我回家 我这裙子搭工就有不方便吗 我 那 那个 请假 阿姨 我公司还有事情 就让 奶奶送我 谢谢你啊 好嘞 不是 是了吗 不是 还说不是呢 又是发信息 又是转账的 你还笑得这么开心 妈 我和她只是 好了好了 我女儿已经长大了 有自己的小秘密了 不是了妈 我要说只是雇佣关系 我妈肯定会胡思乱想 万一她误会我出版肉体 那可就不好了 其实呢 如果她真的是你男朋友的话 也不错 你看 人家长得又帅 身材又好 最重要的是 懂得维护你 盛青 清醒一点 你们只是纯粹的不用关系 现在什么都没有搞钱重要 男人 只会影响我八道的速度 嗯 商总说明天给老摘接她奶奶 我这个酸鞋缝儿虽然是演的 毕竟是有钱 做戏嘛就要做拳头 不能两手空空的去啊 也不能买得太便宜 到海城最好的中药店买点补品吧 年纪大 得给她补补身子 你好 你好 请问需要点什么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给老年人用的补品啊 最好是高大一点的那种 冬虫下草 百年人参 精品能支 这些都是合适的 那这个 冬虫下草 要多少钱 冬虫下草是最后一盒了 这盒需要七万块 七万块这么贵 七万块都嫌贵 七万块都嫌贵 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就你这穷三样 还学别人买独屁呢 不会是买给你那个 嫂的还接着老妈的吧 又不是花你家钱 关你贴事 这个 我要了 管了 先买了药去 这就不要 找手续包装 我先看上的 给我包起来 你看上 你有钱买吗 谁说没有了 我先来的 给我包上 没想到吧 老娘刚着我去 谁说刚不起 这个也给我包起来 我多加油 多加两块 这个 算了 不给这 还有那个 千年人参 怎么卖的 只要他要的 多给我包起来 你 那天会议就到这里 散会 沈董 小姐去给山老太太买礼物 遇到了海城命家的小姐 她故意跟小姐作对 把小姐想买东西都买了 命家小姐 是上次跟王倩他们一起 鼓赖我女儿偷东西的宁血 嗯 我到黄河心不死 你 撒撒的去帮清清一把 也好杀撒那个宁血的威风 是 林小姐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这位小姐也是我们的顾客 顾客 你睁大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她这个穷酸样 能买得起吗 你好好好好招待我 毕竟 要是我开心了 反正你们这家店买下来 也不是不行 喂 孙经理 刚刚方特助打电话来 说有一位沈小姐 来我们店里买东西 让我们特意留意一下 别怠慢了 什么 一般下达任务 都是相机诊事 现在居然是方特助亲自打电话 这个沈小姐 肯定是贵客中的贵 赶紧给店里打电话 看看什么情况 是 行 以后 我不给你这 有本事 你就每天都过 这里的东西都给搬过 搬哪条 想走 没那么容易 昨天海城商会 你害我那么忧虑 今天 我就让你好好见识我的厉害 你想干什么 我要你给我跪下 磕头认错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喂 有一位之前没见过的小姐 不知道是不是姓谁 现在跟宁家小姐吵起来了 什么 万一是沈小姐可就糟了 你让他们稳住局面 我这就过去 谁敢跟我相试试 你还敢这么横呢 还以为像昨天一样 有周会长和时序给你撑腰呢 我告诉你 今天这里都是我的人 要么 你乖乖给我磕头认错 要么 我让我的人把你抓起来 摁着你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不过要是我的人动手 我可不敢担保 他们会是他人 所以 我劝你还是老实一度 要是 你偏不老实呢 没人 抓起来 你 握手 快给我放开 你好 请问您怎么生活 他问这个干什么 您关心沈 怎么了 您就是沈小姐 来晚了怠慢了您 还请您见谅 孙经理 他就是一个破服务员 你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 你敢打我 我可是海诚宁家大小姐 海诚宁家大小姐 但我盛世集团算个屁 你今天在店里闹事 我还没跟你算账 来人 我拖着去 不用 我自己走 您好沈小姐 您需要点什么 我就是想来 买点给老人家用的补品 刚才那个冬冲夏草 就挺好的 给我包起来吧 等等 那个冬冲夏草可不行 像您这种身份 必须要用我们店里的 镇店支宝 才能配得上您的身份 镇店支宝 那得多少钱呀 太贵了 我可买不起呀 不用 不用您掏钱 您是我们店里 第一万名顾客 我们店在开店之初啊 就有规定 第一万名顾客呢 不仅能赠送镇店支宝 还能终身免费的店里消费 还有这种好事啊 来 把镇店支宝拿出来 哇塞 你也太幸运了吧 看来真的是要是来运转咯 Yes 你们家老真好气派呀 少女好 别看了 先玩好我 我第一次见家长 紧张怎么办 紧张什么 又不是真的 对啊 又不是真的 不行 还是有点紧张 看到少爷和沈小姐这么恩爱 老夫人肯定高兴坏了 哥 你回来了 满难念叨你好几天了 哥 你居然真的把这个贱女人带回老宅了 师兄 你怎么说话呢 哥 你不会真的要娶她吧 你要是娶她 我第一个不答应 要是让我朋友知道 我有一个当服务员的嫂子 肯定会嘲笑我的 我们商家什么时候以身份论好坏了 以后少跟你那些胡捧狗也玩 对了 云南 我给奶奶带的补品 包在后备箱了 你帮我拿一下 你还带礼物了 怎么样 做戏做全套嘛 我够不够经验 考不考虑给我发打酒精啊 谢谢 就你挣的那撒瓜俩枣 买得起什么好东西 我看呢 又是什么垃圾货 这可不是什么垃圾货 这是盛世中药的 镇店之宝 笑死人了 还镇店之宝 我看盛世中药的千年人参 你都买不起的 你别又是从哪儿弄了一个假货 别到时候奶奶吃了 补不了身体不舒 还吃坏了肚子 你不相信我就算了 难道还不相信 摄氏中药的孙经理吗 这可是他亲自交给我 你吹牛都不带打草稿 孙经理什么人啊 还能送你东西 我相信就算了 懒命浪费口水 我看被我拆穿了 吹牛就想走是吧 反正我不管 我一定不会让你把这个给奶奶的 我扔了你这垃圾货 上世心 给我住手 强强送给奶奶的礼物 其实你说人就能扔的 二小姐可不能这么说呀 毕竟是沈小姐的一番心意 以我给老夫人保药膳这么多年 是不是好东西 我一看便知 这是 这是极品的天山雪莲呢 天山雪莲 是一种难得的奇珍异草 更是珍惜的珍品藏药 普通的天山雪莲 尚且旷世难学 何况这极品的天山雪莲 不是 他一个穷鬼 怎么会有这种好东西呢 你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就不能有这种东西了 人孙经理都说了 我是他们的幸运客户 所以才把他们店里的 镇地之宝给我 他没必要用假东西胡弄我吧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反正我不管 为了奶奶的身体考虑 我就是不能让你把这个给我们 不行 妈 吵什么吵啊 你说你们平时吧 这么长时间不回来看我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吧 你们还在这吵吵 饶我亲近 你们要是这样的话 以后就都别回来了 老夫人 我父人好虚啊 他该不会吃了我吧 我知道这么恐怖 不该戒着花了 这呆死的伤势 老夫人别生气了 孩子们都不是故意的 奶奶 要不是这个贱女人 拿了来历不明的东西 闭嘴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一口一个贱女人了啊 这是名门淑女该说的话吗 奶奶 我这也不是为你身体着想吗 你要是真为我好啊 就别让我生气 吴婶 通知下去 把二小姐的账户啊 给她冻结了 等她什么时候学会尊重人了 再给她解封 奶奶 这孩子呀 都被她爸妈惯坏了 哎呀 实际上奶奶气场也太强大了 别看我 别看我 你是沈晴吧 是 虽然我也参与了吵架 但是奶奶你收拾了她可就不能再收拾我了 一看呀 就是个好孩子 啊 来 你送的礼物呀 奶奶呀 特别喜欢 费了不少心思吧 奶奶呢 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啊 吴婶 把咱们那一套祖母绿的首饰拿过来 好 看看 喜欢吗 这怎么好意思呢 奶奶给你的 你就收着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们时序呀 哪儿哪儿哪儿都好 就是在这个感情方面不开窍 你说她呀 都二十好几了 到现在呀 连个女朋友都没谈过 哎呦 我真担心她呀 会孤独终老了 怎么会啊 双总 哦 我是说 神序 神序的 没谈过恋爱 干什么 我这叫 洁身自好 还好 有你出现了 是啊 沈小姐 你不知道 少爷打电话说要带你回来的时候 老夫人笑得多开心呢 对了 少爷 你们难得回来一趟 今晚就住在老宅 陪陪老夫人吧 啊 好 就这么办啊 吴婶 你赶紧去安排安排 好嘞 哎 老夫人 沈小姐住哪一间呢 少爷旁边那一间吗 哎呦 我说你真是糊涂了啊 这个情境跟石炬啊 马上就要结婚了 还能分房睡呀 就让他住石炬那一间 赶紧去吧 好嘞 没事 我来想办法 呃 奶奶 我们平时 说好没结婚之前 不能同住 您还是 让五婶收拾两斤吧 哦 是这样啊 今天这菜怎么样 好吃不 嗯 好吃就多吃点啊 奶奶 我吃好了 公司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先回房间了 嗯 奶奶我也要去 哎 等一下 跟奶奶说会话 嗯 你去吧 啊 嗯 清清 奶奶呀 特别喜欢你 一看你就是个好孩子 石炬吧 他爸妈常年在国外 所以呢 他打小啊 就养成一个独立的性格 你别看他表面上 冷情冷性的啊 实际上啊 石炬啊 对这个感情方面吧 他不太会表达 所以说啊 还需要你 多担待着点啊 嗯 好的奶奶 我知道了 哎 哎 清清 嗯 刚才忘了 奶奶呀 给那个石炬交代点事情 要不你上去 把石炬叫下来 好吧 好 行 沙总 沙总 沈晴 你怎么来了 你奶奶 让你下去 说是有事情要跟你说 行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你可别忘了 嗯 怎么回事 你 门锁好了吧 放心吧老夫人 都按您说安排好了 好 你说这俩孩子 在我跟前还装矜持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 谁都知道啊 要真让他俩分开啊 又害相思苦咯 少语和沈小姐不好意思 只能咱们退一把啊 嗯 你怎么还没走 嗯 咱 这手笔线也好 肌肉 我 门被锁住了 我也想出去 出去 肯定是奶奶故意的 故意把你骗出来叫我 然后把我们锁在同一个房间里 我还要处理公司的事情 要不 你先坐会儿 没准门一会儿就开了 毕竟奶奶 不可能一晚上不让我们出去吧 嗯 嗯 只能这样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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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es 其实 他这样安静失觉的时候 还挺漂亮的 干嘛 对不起啊 不是故意的 我还以为你 你懂的 没事吧 要不要 我去给你拿个热毛巾敷一下 不用 我刚才 去睡了一下 门还是打不开 你要是困了的话 就去洗个澡 就在这睡 在这儿睡 放心 雨水沙发 我睡床 哦 啊 撤 伤蛇絮 长得还算挺帅的 要是有他这样一个男人 给我当男朋友的话 好像也挺不错 沈澄 你怎么了 沈澄 你没事吧 你说话呀 沈澄 你不说话我进来了 沈澄 你没事吧 沈澄 我现在叫你出去 沈澄 你看什么 我看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脚有点的 好像刚才扭刀 哪只脚 这只 轻点 你别那么用力 看来呀 我这回呀 包虫孙子是有希望咯 老夫人 这下您能睡个好觉了吧 不行啊 你这脚都肿起来了 肿了 得擦药 可是我们现在又出不去 不对 没动静了 我再听听 我去找我奶奶 奶奶 我审啊 你们这次真的过分了 把琴琴都弄伤了 少爷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我们还不是想促进一下 您和沈小姐的感情吗 对呀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也是谁 我们还以为你们 琴琴啊 对不起 奶奶呀 不是故意要加害你的 奶奶 这不怪你 说我自己没有站稳 您别内疚了 琴琴啊 一看你就是个好孩子 自个儿受了伤 还安慰奶奶 吴婶 把那个血烟拿过来 给那个琴琴 老夫人 那盒血烟可是极品中的极品呢 但是夫人特意从国外寄回来 给您补身子的 让你去你就去 没那么多话 奶奶 那个东西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琴琴啊 是奶奶的一点心意啊 你要是不收下呀 奶奶过意不去的 你一定要收下啊 来 奶奶真的不用 哎呀 收下吧 这算是奶奶给你的赔罪礼啊 哎呀 现在奶奶呀 唯一的希望 就是盼着呀 失序跟实心呢 能早日成家 给奶奶呀 剩几个重孙子 奶奶今天呀 也是有些心急了 这个帝王翡翠绿呢 是我们商家的传家宝 也是奶奶呀 给孙媳妇的一个见面礼物 哎呀 今天呀 遇见你咯 她也算是有主咯 这 奶奶给你 你就收着吧 别露心了 收着 奶奶的心意啊 谢谢奶奶 琴琴啊 收下我这个镯子啊 可得跟这个实序啊 传宗接代了 奶奶等着抱重孙子呢 奶奶 我们知道了 我们会努力的 哦 呵呵呵 呵呵 慢点啊 琴琴啊 有时间回来看奶奶啊 嗯 好 奶奶 无神 奶奶身体不好 快附带回去休息吧 奶奶您快回去吧 风大 哎 好 这次表现不错 陪奶奶聊得很开心 哎呀 何止啊 我这是又陪聊 又提供情绪价值的 那 还说工商 这你要是不给我找工资的话 可说不过去啊 奶奶给你那么多礼物 还不够吗 伤奶奶是伤奶奶 你是你 你不会想赖赵吧 我告诉你啊 骗我感情可以 骗我钱不行 骗感情可以 懒得和你说 转张转张 挂着了 六万 三万的工资 两万的工商 还有一万的报销 怎么样 满意吗 满意满意 哦 对了 一会儿镯子给你 你这么爱钱的人 放着这么好的宝贝不要了 俗话说得好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虽然很喜欢钱 但是呢 我是要靠自己努力挣钱的 再说了 那个镯子 是伤奶奶的传家宝 她是要留给她未来的孙媳妇的 余情余礼 都不应该拿 看来这个女人 还不是那么不值 神情那个贱人 不知道用了什么虎媚手段 把我弟迷的团团转就算了 还带她回了老宅 什么 谁真带那个贱人回了老宅 不仅这样 她还害我妹被我奶奶冻结了账户 不是 她一个环卫工人的女儿 凭什么呀 是啊 上次酒会让我们丢人就算了 你知道吗 前两天我去买药的时候也碰到她 那个孙经理也为她出气 真是香了 我倒要看看 她是不是真有那么香 要不 我们收拾收拾她 雪儿 沈青马上就下班了 你刚说要教训她 你怎么教训她 不会出事吧 放心 不会出事的 那 那就为了吓吓她呀 那也太便宜她了 可 可你刚刚不是说 没事 别管了 交代你们的事 可以去办了 今晚等着看热闹吧 哎 妹妹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妹妹 你害怕 哥哥这就来抱抱你 别别别 别过来 你怕什么 哥哥又不是坏人 我管你是什么人 你别告绩我 哎 小美人 你怎么还自己躺下了 哥哥这就来疼疼你 走开 哎呀 还是个嗆口的小辣椒 别过来 还敢砸 给脸不要脸 小辣椒 好了 小辣椒 别打个电话 喂 怎么了 没事妹妹 现在这里就我们几个人 你是叫天天不应 叫天天不灵了 乖乖从了我吧 喂 好 柳南 快去查清楚神经的位置 被车 马上赶过去 是 行 现在算了 算了 上了 等一下 大哥 我们有话好好说 我刚刚跟你开玩笑呢 你先帮我 打给我来这套 快 不 我没有 我刚才突然想通了 这强迫多没意思啊 要不 你帮我放了 我亲你一口 真的 当然了 你说你长得 也不算赖 我跟你 也不说为什么是 你早这样不就完了吗 来 来 亲吧 可亲呢 也可没那么多耐亲 快 别烧急嘛 来 我的耳朵 龚奶奶 我要叫你龚奶奶 行了吗 你先送开口吧 我的耳朵快要掉了 你俩愣着干什么快事 啊 啊 啊 本想对你和颜悦色 没想到你这么给脸不要脸 今天你卢爷不把你办了 老子就不姓卢 啊 来 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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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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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诶 绿南 最近有没有宴会要参加 商总 您不是最讨厌应酬了吗 放心吧 能帮您推的我都推了 那 活动呢 活动安排各分公司经理去就行了 哪用得着您啊 那 有没有别的 就特别是带你班的那种 诶 最近奶奶有没有想法 有没有给我打电话 上回您带沈小姐回老宅之后 老夫人就没来过电话了 应该是放心吧 商总 您该不会是想见沈小姐又找不到理由吧 嗯 想说什么 我没这意思 您要是想见沈小姐 直接约她不就好了吗 我都说没这个意思 好好好 是我动嘴了 您一直等不到沈小姐的消息 要不直接发消息给她 你最近话有点多啊 大小姐 您终于回来了 商势君怎么样 嗯 在少爷的领导下发展得非常好 时序还是跟以前一样 不愿意联姻吗 是 不过最近听说她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是哪个家族 是宁家 孟家 还是陈家 都不是 呃 据说是一个环卫工人的女儿 什么 呃 走 要不 主的喷喷她 盛总 你的手好点了没有 盛总 你的手好点了没有 可以啊 那一会儿我给你送到公司 你记得让女男下来拿 不用了 你直接上楼吧 我在总裁办公室等你 啊 好的 好的 知道了 好 嗯 赶快收拾一下 吕助理说等一下有柜客要来 咱们可不能怠慢了呀 哎呦 这是哪个大领导啊 这么大阵仗 您好 您找哪位 哦 我找你们商总 请问办公室怎么走 商总 我们商总可不是想见就见的 你有预约吗 他跟我说 让我直接上来就可以了 他不会是吕助理说的贵客吧 怎么可能 看着看着穷三样 要我看呢 绝不定是哪个 潜能复缝的人 小姐 我们今天确实有贵客 您别跟我们开玩笑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这是你们商总说的 小姐 每天呢 想见我们商总的女人 那可是多了去了 个个都是花样百出 就做着有朝一日 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 照我说呀 您还是把那些小把蟹收一收 那些小心思呢 与其用在这儿 还不如就好好找个班上 哎 你说对了 我今天下午还真的去上班呢 所以没时间跟你在这儿捞坑 不信的话 你们打电话问问了 那您稍等 我打电话问一下 哎 犯不着 就他这样的 肯定是冒充的 要我说 指不定就是个骗人 不过小姐 我劝你一句啊 我们不让你上去 是为了你好 这上一个冒充我们商总女朋友的 下场 可惨了 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 算了 我自己给他打电话 喂 喂 商总 你们楼底下这两个小姐姐不让我进去 您说 该怎么办 琳南 你怎么安排 琴琴在下面上不来 我交代他们有贵客要来 让他们好好照顾 难道他们没啥做 商总 您别生气 我这就打电话教训他们 兰华 你亲自下去进 听到了吧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这 你怎么证明 你刚才就是给商总打的电话 万一你是找人冒窗的呢 哎 你 谁让你们为难沈小姐的 钱管家 小姐请 我刚刚就想让你问一下 你非说不是 这可怎么办呀 要是被商总怪罪下来 这还得了 我哪知道呀 那吕助理说的贵客 肯定是非富即贵的呀 你看他穿的那个穷酸样 沈小姐人呢 刚刚被钱管家接走了 钱管家 他怎么会来公司呢 商时区不是说让我直接去总裁办公室吗 是又是商的那一处啊 沈小姐请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圣月阁 圣月阁 现在正是饭点 沈小姐 你也肯定饿了 这个点去吃饭 商时区又发什么疯呢 我跟他说了 我给他送完猪蹄汤就回去的 饭我就不吃了 我还得回去上班呢 沈小姐 要跟您吃饭的不是少爷 是夫人 啊 沈小姐请 商总 不好了 沈小姐被钱管家带走了 钱管家 不好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圣月阁 快 一定要比他们早到 这不是我妈吗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应该是我看错了吧 他这么点应该在上班才 阿姨你好 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我是她姐 坐 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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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沈小姐是吧 沈小姐是吧 你不介意 我用这种方式 请你来吃饭吧 不介意 不介意 小姐 你好 我知道你不介意 OK 完全不听我在说什么 嗯 你很喜欢我弟弟 沈小姐 没跟我说过这种情况啊 你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我都不想听 沈小姐的奇迹 还真是特别 这样吧 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你知道的 像我们这样的家事背景 最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时区他可以不喜欢联姻 他可以选择跟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 但是 至少家事背景得说得过去吧 至少 不能是一个环卫工人的女儿 你说对吧 这样吧 这样吧 这里边呢 有三百万 听说沈小姐的工作是一个服务员 这里边 能抵得上你十年二十年工资了吧 拿这张卡 离开我弟弟 这个 怎么啊 不满意啊 再加一百万 我要不要告诉他我没这个意思啊 不过 这姐弟俩还真是一个风格 我 我警告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嗯 姐姐 好好好 我等 五百万 你不行也得给我 成交 谢谢姐姐 我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我早就知道 她就是个见钱眼开的女人 在她眼里 没什么比钱更重 我就说你喜欢沈小姐 你还不承认 我喜欢她 怎么可能 那您干嘛这么生气 我 我那是弃她见利妄议 为了区区五百万 放弃我们的革命友谊 也许沈小姐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大小姐非逼利用 她怕起了争执 所以才假装同意 这么说 是我误会她了 你好 有人在家吗 沈小姐 哦 来了来了 你好沈小姐 好的好的 这是您的画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辛苦了辛苦了 谢谢 醒醒 妈给你带了汉堡 妈 这个心不急 哎 这是干什么呀 妈 我最近 花了点小钱 所以给你买了点东西 怎么样喜欢吗 花这钱干嘛呀 哎呀 我不说想你辛苦大半辈子 想让你小小福吗 我的情形长大了 妈 你放心 现在就只是一个开始 我以后 还会赚更多更多的钱 让你小福的 行 知道了 我们先吃饭 嗯 啊 夫人 都查清楚了 商总 都查清楚了 说吧 沈小姐今天去商场 大买特买 很开心的样子 啊 很好 好 这个臭女士 我就说她对时序不是真心的吧 可怜我那傻儿子 欺骗一个人 哎 商总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铁场那个女人 我倒要看看 她的心 到底是不是石头座 妈 我下楼扔个垃圾 好 商总 这个点 你怎么在这啊 沈小姐 你就没有什么向我解释的 也是 解释什么 哦对了 主题当我给你了 我当时有事耽误了 我另一回去的时候发现 已经凉了 你要喝吗 你要喝的话 我现在上去给你热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在说什么 难道 她知道我跟她姐姐见面了 你不会是问我要钱的吧 钱钱钱 你就知道钱 那钱虽然是你姐给我的 但是 给了我的 那就是我的 你别想让回去 所以 你为了区区五百万 跟我分手 商总 是不是入戏太深了 再说了 你妈那时以为 我们俩真的在谈恋爱 所以才给我那笔钱呢 谁知道我俩 只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啊 那哪门子说 雇佣关系 对啊 我收那笔钱 一的 满足你几个要求 不和你谈恋爱 二的 我还能继续为你谈恋爱 哎呀 所以呀 放心好了 沈秋 我不想要纯粹的关系 你也太无耻了吧 贵力要和你比钱 这么没有啥钱 沈秋 我认真的 我喜欢你 商总 是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沈秋 我 第四不早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沈秋 喂 李娜 我刚才 跟沈秋 表白 失败了 来 我觉得那个男孩子挺好的呀 你怎么不答应他 妈你都看见了 当然 我看你的样子 也不像是不喜欢他呀 我 骗我感情可以 骗我钱不行 妈说的 妈说的没错吧 哎呀 就算喜欢又怎样 喜欢又不能当饭吃 再说了 我和他差距那么大 就算我同意了 人家姐姐也不会同意的 我还是 我还是别一想天开了 谁说的 我的女儿 配得上这世界上最好的人 妈 尚总 我要洗澡 妈 怎么尝试在 妈 妈 你开门 妈 妈 叔 一定要求求我妈 你一定要求求她 沈岛姐 你冷静一下 现在还不知道你母亲的状况 你一切要等到检查 结果出来以后才知道 拜托你了 我能还多少钱我都愿意的 你一定要求她 放心吧 放心吧 妈 可千万不能有事 我刚转天钱 这过两天我们去买大房子呢 以后再也不用租房子了 这些都还没来得及说 沈总 沈总 这个满意吗 表白就是要用这种浪漫气氛烘托的 沈总 这次我觉得你一定能成功 嗯 沈总 你是有什么事吗 你怎么了 怎么在哭啊 哦 没什么 就是 家里出了点小事 沈总 你在哪儿 我马上过来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 没事 你等我 云南 确查沈总监现在的位置 我马上赶过去 是 妈 医生 我妈的情况怎么样 你妈 暂时没什么大问题 可能是太过劳累了 休息一段时间 就 再检查一下 看 情况会不会好准 好准 你第一次是说 我妈她很严重吗 也不 对 不是很乐观 可是 可是你刚刚明明说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暂时 对 我说的是暂时 要是恶化下去 问题就大了 医生 拜托你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 拜托了 好 放心 我会尽力的 谢谢 陈小姐 脚飞往这边 谢谢啊 我听说阿姨住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没有 怎么样 不是很乐观 绿男 去把分用交了 不用了 谢谢 没事 一会儿我就多用商家的人们 找最好的医生 帮阿姨治病 多谢上总的好医 但是 你知道我的 武功不收入 我不能要你的钱 也不能接受你的帮忙 你好 小飞 沈董 您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健康 为什么要费尽心思的骗小姐呢 这是我给她最后一次考验 考验 琴琴 她现在有了独自赚钱的能力 而且她身边还有一个不图她家世真心喜欢她的人 是时候应该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份 所以 您想着考验考验她 嗯 看看小姐 是不是有千金散尽还富来的有限 是 我想看她拥有了财富之后 会不会换了一副嘴脸 而丧失了自己的表情 沈董真是用心良苦啊 爱子 则为之寂生人 你说 沈青为什么突然跟我跟得那么清楚 可能 之前 她不是变着花样从我这拿钱吗 也许 难道 她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只把我当老板 盛总 有没有可能是大小姐说了些什么 沈小姐真的听进去 比如说 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之类的 那 我该怎么办 先想办法破冰 跟沈小姐拉近距离 再告诉她 您和大小姐的想法不一样 怎么破冰 可以适当的示弱 让她关心你 照顾你 沈青 尚总 你没事吧 没 可以适当的示弱 让她关心你 照顾你 有事 好疼啊 糟了 这只胳膊上次的伤还没好 这次又伤着了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只要你没事就好 我刚好要回去给我妈煲汤 要不 你跟我回去一趟 我给你检查一下伤口 好啊 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行 走吧 你把衣服先脱了 啊 这么着急 我 还没准备好呢 想什么呢 你不脱衣服 我怎么给你检查 好吧 怎么那么严重啊 可能会有点疼啊 你稍微忍着点 我弄疼你了 没 对 有点疼 对不起啊 没有 该说对不起的人 是我 我妈那边 我会想办法的 她说的 不代表我的想法 我想告诉你 我不在乎你的身份 我是真心喜欢你 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追求的机会 好吗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你 不用着急给我答案 你不是说 时序跟一个服务员谈恋爱的消息 已经让商夫人知道了吗 我是让人传出了消息 而且据说商夫人已经约见过神经 并且给了他五百万 让他离开上走 时序知道吗 应该知道的 那他们怎么还在一起 这 我也不知道 这个 像灌了迷魂汤 明知道他的指面 他还是不愿意放手 既然这样 我只能让他知道我宁家的厉害 折腾一晚上了 你要不要喝点鸡汤贴下肚子 我手上没劲 抬不起来 你能喂我喝吗 吕助理还在楼下等着呢 我让他上来喂你 不了吧 两个男人未来未去 多恶心啊 要不 还是你喂我吧 我这两次可都是为了你才受伤的 那好吧 好喝吗 太好喝了 时序来 再喝一口 有了 沙总 你直接用吸管吸 不就不用烧死了吗 快点喝了 喝完我还不去远哥妈送汤呢 沈董 小姐不是给您煲汤去了吗 您现在吃炸鸡 等会吃得下吗 别提了 他出去这么久都不回了 我再等下去 我肚子都饿扁了 沈董 沈小姐来了 妈 我给你煲汤 哎 辛苦宝贝了 不辛苦 您是 我 是你妈的上司 听说你妈生病了 特地来看看 你好你好 你好 谢谢你啊 这里怎么会有桶炸鸡啊 我 还没吃晚饭 来的路上太饿了 就买了个炸鸡吃 我妈的哨子还真奇怪 哪有来烫病 还在别人病房里吃炸鸡吧 我给我妈包的汤 你要不要 一起喝点 不用不用不用 没事 我看你们没事 我就先走了 走好啊 好好休息 走吧 尝尝我给你煲鸡汤 怎么搞的 天药这个项目一直在推进 怎么会突然解约 你去给我查清楚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张总 不只是天药的项目 还有其他几个项目 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问题 不怀疑是有人正对我们 去查 给我查清楚 他要看 你是谁这么大的 是 医生 你不是说休息之后 会给我妈再做一次检查吗 结果出来了吗 怎么样 我 怎么会这样 我妈的 我都还没来得及 好好享受我妈的 沈小姐 你先别急着哭啊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我妈的 你妈的情况稳定了 我妈的情况 什么 我妈的情况稳定了 啊 那你刚才 摇头是几个意思啊 我还以为严重了呢 嗨 我摇头 是因为你妈的情况虽然不严重 但后续的治疗费用比较大 可能以后负担会很重 只要能治好我妈 无论让我花多少钱我都严移 哪怕是让我偷空家底 去打工去接我都行 虽然我很爱钱 但是我挣钱 都是为了让我和我妈过上好日子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比我妈更重要 怎么样 都安排下去了吗 都安排下去了 据说 伤势那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很好 再接再厉 我要让商时序彻底后悔 娶了那个女 拒绝和我淋漪 怎么了 你有话要说 宁总 我听说 之前跟商总作对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王家之前 一夜之间 从海城的大户 没落成了小企业 陆家更是直接消失了 陆家二少 甚至在暗巷里 被人打得不能忍到 要不 我们还是收手吧 闭嘴 那些小门小户 能跟我们宁家比吧 让你做你就去做 是 老公 我一直担心你的早逝 会影响我们情形的成长 所以一直严格要求他 生怕他走歪了路 这一个星期 他一不解代的照顾我 即便我知道 他给我花巨大的钱 也没有皱眉头 现在看来 我们情境善良勇敢又孝顺 处适用自己的原则 他长大了 他长成了一个很好的姑娘 妈 你醒了 你饿不饿 有什么东西想吃的吗 我去给你买 不用了 一会儿医院有早餐的 是医院的就可以了 这几天你照顾我 别累坏了吧 要不去请个假 先回去好好睡一觉 那怎么行啊 请一天假就少一天的工资 我还要攒很多很多的钱 让你小福呢 这孩子 那既然你不用早餐的话 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你要有什么事情 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立刻就过来 好 来 清清 等出院之后 妈妈带你去一个地方 告诉我一个秘密 好 那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嗯 帮我背车 是 你要去哪里 当然是去找沈晴那个监人 现在我们商总忙得焦头烂了 他怎么能毫不知情逍遥自在 服务员 不好意思啊小姐 我已经下班了 你可以让我们 原来是宁小姐 你倒是沉得住气 自己男朋友都忙得焦头烂额了 还能在这里若无其事的上班 聂小姐 你想说什么 我还想说什么 哦 我忘了 你是喜欢他的钱 不是真的喜欢他 才和他在一起 聂小姐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已经下班了 我还是让我其他的同事 为你服务吧 别急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真的很好奇 你是喜欢商家的钱 才和时区在一起 现在更着急的人 应该是你 不是吗 毕竟要是商家破产了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什么 时区没有告诉你吗 哦也对 万一他跟你说了 你把他给甩了怎么办 哼 你胡说什么 商家怎么可能破产 不信 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看来我们商走忙的都没时间接小女朋友的电话了 商家现在面临的危机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 不过有我们宁家的助力就不一样了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还不明显吗 我要你离开孩子消失在扶序的誓言 这我就可以动用宁家的势力帮他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我是宁家大小姐 就凭我喜欢收拾他 只要你离开 我是不舍得商家七七八六 谁去他又不是物品 又不是说我让给你他就能是你的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只要你离开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跟他爱你 可是 没有可是 你的时间不多了 给你十分钟时间靠 商务集团 商务集团 进来点四方 合作方分开 现任总裁商务序正在组织 各方才 是吗 商务集团 商务集团 查清楚了是宁是在狗鬼 现在已经安排人去盯着宁小姐了 林雪 看来 是我对她太宽容了 云南 你去安排一下应急方案 看来 是时候启动计划了 张总 您不是说不能暴露吗 如果用了另一个方案 您之前掩藏的那些 不就瞒不住了吗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如果再不采取应急措施 伤势的股份 会被宁家蚕食 她现在 就是想把我逼性绝境 让我不得已跟她联姻 我怎么可能让她如愿 宁小姐这次闹得太过分了 张总 不好了 我们能查到 您却去找沈小姐了 什么 走 怎么样 考虑好了 你的时间可不多 我看谁敢动 老公 你好为疯啊 小心 原来不知不觉 她已经保护了我这么多次了 再晚一点 商家可就无力回 沈小 你考虑好了 就让我也保护你一会吧 好 我答应你 离开海城 但你要说到做到 你放心 我想做的是伤害 只要你离开 我不仅会帮商家度过危机 还会帮商家走向更高的主峰 沈总 沈小姐应该不会有事 毕竟是大庭广路之下 宁雪应该不会做什么 但愿吧 沈澄呢 你抓疼人家了 你沈澄呢 沈澄我怎么知道 别装了 我个人亲眼看见你来找他 走了 走了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只是告诉他 商家要破产了 像他这种看中利益的人 真怕被波及的 工作也不断了 辞车走了 放屁 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石穴 要不然你跟我拟拟吧 我帮你度过这次商家的危机 商石穴 你擦亮眼睛看看清楚 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她难一点我都喜欢 而你 连她的脚趾脑都比不上 清清 医生说妈妈没什么大碍了 可以出院了 好 那我去 给你颁出院手续 嗯 哎 清清 嗯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 我能有什么心事啊 你有什么事情 就跟妈妈说 不要一个人憋在心里 妈 如果我说我不想留在海城了 想换一个城市生活 你愿意给我走吗 当然了 我女儿想去哪里 我就跟你一起去哪里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哎 护士 这病床的病人呢 刚才已经把你穿走了 好 谢谢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沈先生呢 为什么不接电话 沈总 您先别着急 我已经安排人去找沈小姐的下落 一有消息 会马上告诉你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人给我找到 沈总 有消息了 有人看到沈小姐 带着她妈去火车上了 走 清清 现在能告诉妈妈了吗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就想离开了呢 我本来以为 我可以假装不在意的 可是 可是我好像比我自己想象中的 还要喜欢上市区 骗我感情可以 骗我什么不行 我真是个男小鬼 他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明明很心动 可是我却一点都不敢回应他 我害怕和他在一起 有太多阻拦 害怕我们之间差距太大 我害怕自己 配不上他的喜欢 傻孩子 你是我的女儿 配得让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 如果知道现在会这样的话 当初还不如答应他算 最起码 还让你有一点回忆 现在答应 还不晚 现在答应 也不晚 伤世絮 你怎么来这儿了 下次不许这样不告二别 可是 我不知道宁雪跟你说了什么 但是 他如果跟你开什么条件 说会帮助张家 那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 静静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 我不会让你牺牲自己 好吗 你自己 真的可以吗 当然 你相信我 张总可能需要先回公司一趟 静静 我先让人 送你和阿姨回家 等我瞒我手里的事情 我来找你好吗 你们怎么回事 我刚出去一会儿 你们就乱成这样 灵总 马开突然终止了 跟我们的合作 我们 被烟内封杀了 怎么回事 之前合作不是很顺利吗 怎么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 伤世突然涌入了一大笔资金 不仅填补了之前的空缺 现在 已经开始打压我们了 什么 肥 你对肥 快去给我查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沈董 您找我 今晚 把盛世旗下最后的酒店 空缺出来 举办宴会 你已经决定 公开大小姐的身份了 秦静已经通过了 最后的考验 是时候让她知道一切 是 宁总 现在宁市已经岌岌可危了 我们唯一的机会 就是盛世集团的注资 这还用得着你说 盛世集团董事长 是我说见就能见到的吗 要是能见到 我还用得着在这里发愁吗 宁总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得到消息 今天盛世集团 会在海城举办晚宴 沈董 会亲自出席 什么 你怎么不早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 你一定要拿到晚宴邀请看 是 喂 妈 我到了你给我发的定位证了 那你这是个豪华宴会厅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吗 没错没错 你直接进宴会厅就好了 妈 你要跟我说的秘密 不会是 你给我找了个超有钱的后爸爸 居然带我来这么贵的酒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快来吧 到了我就知道了 沈晴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说好离开海城吗 竟然敢耍我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真把我当软柿子了 去 把他给我抓过来 我也要好好教训教训 那个雪 又是你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又被我逮住了吧 那只胳膊也不想要了 你要干嘛 不干什么 就是想教训教训 让你知道耍我是什么后果 我也没做错什么 再说了 你真是不教训我呀 你这个贱人居然敢动 放开我 放手 要放一起放 好 我数一二三 一 二 三 你这个贱人 你快放开我 你都把我放开了 不用跟你算什么数 审情你别太过分了你 你这个赌鲁的居然 放在干什么 看上了 你三番五次找我麻烦 到底要干什么 我找你麻烦 明明是你自己说话不算数 你说要离开海城 你做到了吗 我 你耍我的手 竟应该想到后果 那件事是我答应了没做的 但是 是你威胁我才嫌 而且 那个鲁鱼他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谁要听你这些 鸡鸡喳喳的解释 那你到底要听我说什么呀 我要你乖乖认错 然后离开海城 我答应了 师兄 不会不辞而别的 真敢 答应了 师兄 那你今天又巴巴的来 盛世集团的晚宴干 还能过来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高的男人吗 可别说这次又是上纵让你来的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次的晚宴 上市根本没有出息 我没有 你别胡说 那你说呀 你来干什么 是我妈让我来的 跟她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在这 我先走 哎 你开什么玩笑 就你那个环卫工人老妈 她来这里连扫大街都不配 怎么可能带你来参加盛世集团的晚宴 你还真是幽默 知道我们不开心 故意说笑话让我们开心一下 你卖星期 你还真是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样 男子的宝华 吹牛不打草稿 哎对了 盛世集团的神董也姓神 你该不会说神董是你妈吧 大小姐怎么还没来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孩子 不是早就到了吗 怎么会还没来呢 你电话打了吗 电话打了 没人接 她是不是迷路了 你赶紧去找找 我继续打电话 是 一定是我妈打给我的 她要是知道我不见了 一定会担心的 你放开我 我要接电话 抓紧点 别让她挣脱了 你妈担不担心 放我不胜开 你到底要做什么才敢放开我 我说了 只要你乖乖认错 滚出海诚 我立马放了 不可能 这么硬气 那就别怪我客气 不就是仗着这张脸 勾搭男人吗 今天我就划划你 看你还怎么勾搭男人 沈总 我们的人去外面找了 发现没有打消息 她是不是有什么事耽误了 不会的 就算有事 现在也会提前跟我说的 我可能不接电话 糟了 赶紧派人去找 决定三尺的找 我马上就去 走 宁总 我们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要快一点 行了 知道了 别烦了 你说 我从左脸星开始呢 还是从右脸星开始呢 你要是敢动一下 神区他不会放过你的 哎呀 我好害怕呀 石区不会放过 等我把你的脸随了 看石区还喜欢不喜欢 我毁容了 石区会不会看我 我不知道 不是 就算我毁容了 离开海城 石区不会看你一眼的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根本就不愧被人爱 你这个贱人 你胡说什么 只要没有你 石区就会跟我在一起 你就别自作多情了 你闭嘴贱人 你闭嘴 等我划划你这张狐狸精了你 我看你有什么嚣张的资本 我看谁敢动我的女儿 别动 你们是什么人 难怪我好事 我可是海城宁家继承人 宁家 宁家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们盛氏集团面前 还就是个屁 妈 你 清静 吓到你了吧 是妈妈来晚了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沈晴的环卫宫老妈呀 你这派头 演得还不错 放屁 怎么跟我们沈董说话了 你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她在吹牛 竟然说沈董是她妈了 结果还真眼上了 沈晴 你妈都是从哪儿找的 这价儿看起来不便宜吧 等下次我想装逼的时候 也找他们 他们的实心很贵 怕你们请不起 叫死人了 你一个环卫宫人请不起 我会付不起 那妈 舔这么一出 花掉你不少生活费 还有钱吃饱吗 我劝你 还是好好去找地吧 别在这打扰你冲汉 沈董 宴会还有十分钟就开始了 各个家族是没有动力 先回去 公务今天的身份要紧 宴会获得收拾她 是 想走 没那么容易 林雪 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赶快走吧 等以后再收拾这个建筑 妈 你刚才演的真棒 我都敢出声 生怕露馅了 傻瓜 妈妈说的都是真的 不会吧 妈 你真的是 省市集团董事长 当然 妈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们可是母女啊 在一起生活整整二十年 你是什么身份 我还能不知道吗 你偏偏他们就算了 别骗我 小姐 都是真的 你 你 不是我妈的上司吗 怎么也陪着我妈演戏 哎呀 行了 我知道你们刚才是为了救我 不过 现在他们都看不见了 用眼了 小姐 你 好吧 那我们先回夜会再说吧 欢迎各位来宾 参加我们 盛世集团举行的特别晚会 下面 有请 沈总讲话 沈总出现了 只要找机会跟他大声话 一时就还有救 快 我们站到前面去 是 我是 盛世集团的董事长 今天请各位过来 主要是想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这黄卫宫居然真的是神动 这位 就是我的女儿沈青 也是 未来盛世集团的继承人 怎么可能还 这是什么美梦 我居然是首付千金 妈 妈 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感觉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轻飘飘的 小姐 都是真的 您就是我们盛世集团 货真价实的大小姐 清晰 忙了这么久才告诉你 不会怪妈妈吧 哎呀 怎么会呀 只不过 妈你为什么要瞒我呢 还要那么辛苦的 从长什么环卫工人 住在那个什么出租屋里 那是因为磨了你的意志 不想因为你家庭优越 然后就轻飘飘了 听不进别人对你说的不好的话 是想认清自己 神董 我们是宁氏集团的 想跟您谈别合作 你们怎么进来的 我好像没有给您是发布邀请函 神董 之前是我有眼不是泰山 误会了您和沈小姐 我跟您道歉 是啊 神董 我们这笔绰号案做了很久 付出了很多心血 你们付出心血 我们神董就一定要看嘛 想跟我们圣氏集团合作的人多了 谁不是进京准备的 神董 我求求你了 我是真心认错的 只有您能救宁实了 真心认错 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现在是因为我们身份比你高 而且你有求于我们 所以才第三下司的道歉 沈小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而我妈 她只是一个皇位工人的话 会像现在这样呢 沈小姐 是我混账 是我不对 你们消消气吧 行行行行行 我不像你 你羞辱别人群 那 您怎样才能消气 我不像得看见你们 没听见我大小姐说的话吗 还不快滚 来人 把他们封出去 神董 神董 我求求你 我求你 我真的知道错了 神董 妈 我现在是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了 要是我变得和她一样 别人我死了还难受 你能理解妈妈就好了 对了 妈 我还有件事 想拜托你 什么事啊 嗯 就是 伤势 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帮失去啊 为什么呀 我们上市那么大的集团 你帮她 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愿意呀 不是妈妈不帮 而是我的未来女婿 根本就不需要我帮 你就算是不相信自己的眼光 也应该相信妈妈的眼光 是不是 能够被你看上 而且能够让我满意的人 会差吗 你是说 嗯 张总 事情都处理好了 很好 接下来 就直接让林氏 给她消失 是 飞飞 我们宁氏只是出了些小问题 我们关系那么好 你让你们李家帮帮我 雪儿 对不起啊 现在麦K不仅注资给商家 还公开封杀你们李家 我们也是有心无力啊 什么 商事得到的是麦K的注资 怎么可能 传说中 麦K的总裁 神龙剑手不见会 国内没几个人见过他的真面 跟麦K合作的难度 仅次于圣经 他商事还不如我宁食 怎么可能得到麦K的亲来 刚刚得到消息说 麦K的总裁 就是商总 你是说 完了 完了 我们李家完了 一切都完了 商总 危机是解决了 可是 麦K跟商事 一直是分开运作 才能隐藏 您是目前最大跨国集团 麦K总裁的身份 这次从麦K调集资金 来稳住商事的运作 您的身份 也就瞒不住了 实在也是瞒不住的 表明身份 也不是坏事 至少 让那些对商事 虎视眈眈的叔父兄 得失这个消息后 能让算不上 您说的是 哎 秦秦现在在哪里 我答应过他 等忙完手里的事情 我就去见他 沈小姐 现在 可不是您想约 就能约得到的 什么意思 沈小姐您好 我是荣城送的 想跟你认识 沈小姐您好 我是属成白家的 不知道能不能邀请你吃个饭 沈小姐 最终不愿意不走 不知道您敢不敢进去 张总 我没骗你吧 这一期之路 任途而道远呢 哎 诗俊 嗯 哎哎哎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明环有主啊 明环有主啊 嗯 嗯 我 我 哎 你先说 那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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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吧 啊 你 你工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嗯 你工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嗯 如果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 尽管说 毕竟 我现在身份不一样 这么说起来 跟你这个首富千金在一起 那我以后 岂不是可以吃软饭了 谁答应跟你在一起了 上回在你家门口 你想说什么 哎 哎 上回 我要是来晚一些 我可就听不见 你对我的深情告白了 你 你该不会 早就看上我 所以 故意隐瞒身份 假扮灰姑娘 接近我吧 你颠倒黑白 你就是先看上我 小接近我 哼 我上次就想约你去了 可是那天 阿姨突然生病 住了医院 我今天 想问问 你有时间吗 这个呀 这个 我再考虑一下 毕竟你知道的 我现在档期很满的 而且 我要是和你出去的话 你怎么知道 我姐啊 对啊 毕竟我收了你姐的钱 答应她要离开你的 什么 你 新闻播报 夫人 晴晴晴 晴晴 我也跟着开心 她难过的时候 我也很难 请允许我 用所有的温柔和勇气 去守护你 哎 好吗 不好 为什么 受麻死 这词一听就知道 不是一性 女男教你的吧 嗯 嗯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重新组织一下医院 啊 啊 千姐 不 开心 你跟我结婚 这五千万都是你 沙先生 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亿 沙先生 金钱是买不到爱情 整个商势 家门开公司 还要 让开心 哎哼 哇 silly openly anship 点 谠